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市攻略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内地股市最新的形势 尾股现在跌幅扩大 跌超过3% 跌了146点 现在是在报3,777点 守不住3,888点的关 深圳城市跌接近4% 跌了489点 报12,237点 护心300指数跌幅达到4% 报3946点 创业板指数跌超过4% 报2,607点 香港股市方面 五行指跌接近1% 跌了217点 24,903点 五国企指数跌接近2% 跌224点 11,611点 这节嘉宾请来远至Harry 和我们讲讲最新的市况 Harry 你好 你好 见到恒指和内地股市 回到来 即下午的时间都跌幅扩大了 是否都是因为GDP的数字 补到7% 所以大家都是预期的措施 不会再有任何的刺激措施 推出来 拖低了中港股市的表现 上周没有说到 有些传闻 在说的是 在银监会那边 亦都可能停一停 信托的一些配置 亦都令到大家都比较害怕 水源方面来说 资金链方面有些问题 但刚刚看到 银监会那边都澄清了 其实他们没有停到配置行为 只不过摸底 看看你们本身的配置行为有多少 但消息一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见到内地股市 都沽压比较严重一点 要看看今天指数的跌幅 最后会否有收窄 因为今天都有很多公司 復牌 如果你说復牌 跟着就跌到陷陷陷陷 大家的指数上面 气氛上面 其实是一般的 我观望着 国家队的手影会不会出来 所以暂时去看 看两点后的行程 才再作定断 指数是否一路的 跌幅会扩大 我仍然有保留在那里 另外看看一个消息 就是566 可能薄膜发电 是被证监会 立令停牌 见到公司 其实之前都在停牌 不过这次是证监会 监管机构 再叫他们停止买卖股份 好像是告诉别人 他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对 如果真的持有股份的股东 应该怎么做好呢 持有股份的股东 都挺无奈地说一句 其实都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今次有什么分别 之前就是汉能薄膜发电 这家566公司 自愿自己去停牌 今次就是被停牌 原则上对股东来说是没有分别 你都是卖不到那些股份 其实如果你计算大户那边 很多都已经在场外 已经散了货 所以这只股份来说 被停牌的消息来源 或者是这个主要原因 很明显是566就不肯交 没有公司那条数 所以现在如果你看回以往 在港交所 勒令要停牌的公司来说 通常那个结局都是没有下场的 这个大家都可能 如果比较炒股 久一点的股民 有红粮国际 最后的结果就停除牌 接着就有中国高精密 或者私家集团这些股份 其实都被停牌了很久 如果观众 持住566 现在有一点无奈 我都会觉得 你不如有个心理准备 当这些股票可能真的有机会 无奈说它会变成废纸 因为对于可能来说 到这秒钟为止 他都不肯交 没有公司那条数 我不觉得这间公司 会突然间走去交一条数 所以就算是会做这件事 也好 我想中间可能要重整整整盘数 才可能给别人看 所以566这只股份来说 暂时去看 对于小股东的看法 或者散户的看法 只能在一个等字 希望它有机会会复牌 但是大家都要有个心理准备 以往被证监或者 港交所聆听牌的公司 很少会听到有复牌的情况出现 红梁那件事都很轟动 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做得比较差的蓝筹股 就是这个豪刀股的板块 暂时跌幅最大 就是银河如落 跌超过4% 接近半成那么多 现在报道35.1毫半 其实昨天炒的消息 就是可以给一个吸烟室 给一些豪土的公司 但是大家都说 市场上 或者大家分析员都说 其实这个消息 是否值得炒下去 或者是否一个技术的反弹 所以未见到一个势头转变 现在都好像认证了你之前的说法 是否都依然是觉得这个价位 银河如落或者金沙来说 都不是一个很吸引的水平 如果你对于豪赌股来说 我始终会觉得 除非你只是炒牌息 如果不是的话 很多股份都是炒上落的格局 我和Tracy 你每天都在说这些豪赌股 我都真的觉得 本身这个吸烟的 一小小的房间 如何吸引那么多豪赌客 今天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刚刚星期六日去了澳门 这个情况 从实地大家去看看 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星期六或者星期日 都有去走过不同的一些赌厅 看到那个情况 特别是我只可以入到中场那边看 如果是金沙和银鱼来说 金沙的威尼斯人依然很往常 我见到很多内地人在赌 特别是不同的百加勒台 在威尼斯人那边来说 如果我用肉眼去分析的话 都会有八成是有人的 但是如果你说 看回金沙城中心那边 就真的静很多 其实这个 我认为代表 其实本身很多内地人 都是趁虚去到威尼斯人里面 有个一起去赌的心态在赌 对于VIP房那边 我都略略去问一下 当地的职员 其实他都说真的静了很多 我都会相信 今年如果你说要VIP复苏的机会 是非常之微的 始终内地 无论打击这个银链的一些措施 又或者是打贪的情况 会令到 这些过温某 如果你说以计银银鱼和金沙来说 银鱼会双些 因为VIP的占比较少少少少 再者很多人都会去 最關注的是現在的豪島業開始轉型的一個勢態 即是說不要單靠豪島業 可能會發展一下旅遊業 但是我純粹以遊客的心態來說 澳門的旅遊業的配套上來說 真的比較弱一點 由於豪島客的數量也是減低 其實他們那些俗稱的發財車 運購賭客的旅遊車其實數量減少了 他們自己又未建好一些單季的鐵路 其實我去到澳門最大的問題是交通的情況 所以旅遊配套上來說暫時未有一個明顯的改善 特別是如果大家有去過澳門 你去堵仔上船下船就一頭煙 見到很麻煩的情況 所以澳門要大力發展旅遊業 來彌補豪島業的收入情況 我自己覺得需要一些時間去消化 所以如果整體情況要有一個很大的廣線 只是一些小小的 譬如說簽證的放鬆 又或者是不全面禁煙的措施 是很難覺得 本身豪島業的整體收入增長見底 所以我會觀望一兩個月 究竟未來會不會有進一步的政策放鬆 要多出一兩個措施 我才覺得豪島業有機會有一個回復上升的勢態 所以暫時去看 這幾天跟大家去分析過 無論在數字上 又或者我實體去看的情況 暫時去看 如果對於觀眾的角度 你的投資策略 我都會覺得只是一個 炒上落的格局 譬如這樣說 在股價表現上 看一幅圖 這陣子現在下來 就是銀魚來說 35元的位置 我會覺得很快 會下33元 那你就炒33元至37元 這4元走上落 如果你說 本身要它上去突破40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暫時以現階段 無論是一個旅遊配套 又或者是政策上 是未完全配合到的 繼續炒著波幅 先跟你做回申報 我們剛才說過的股份 或者是指數相關的資產 請問Harry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你的分析 待會回來會有兩節的問答環節 待會再見